大家好,我是开水 一位HEMRO的韩国美食主播在吃播圈小有名气 在进军中国后 很快就凭借直爽的吃播风格 吸引了不少粉丝的关注 但是有网友却发现 HEMRO点赞了不少辱华评论 其中包括了暗讽中国人抢夺泡菜 为中国美食评论 甚至还有中国鬼子等侮辱性的词汇 被网友揭露后 HEMRO以及中国公司迅速上线道歉 但刚到晚间就有网友发现 HEMRO在YouTube上的留言 称泡菜和包饭当然是韩国的 这样的双面人形象 让不少中国粉丝直呼被骗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不是HEMRO第一次点赞辱华言论 而他不真诚的道歉 也彻底打消了中国粉丝 想要原谅他的念头 随着辱华事件的持续发酵 中国公司最终决定 正式终止与HEMRO的所有合作关系 根据环球网的报道 中国公司合作称 将删减该播主的所有视频 网店商品也全部下架 但是HEMRO坚持以见 获得了韩国网友的支持 1月18日 HEMRO在YouTube一频道上表示 因为我赞同了辱骂 产生误解中国人的言论的话 那我应该道歉 但如果是为了在中国活动 而必须把泡菜说成中国饮食的话 那么我将不在中国活动 中国从去年开始推广了泡菜工程 据悉特别是联合国大使张军 拥有1400万订阅者的李子柒等人 上传了与泡菜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并挂上了中国文化 中国料理等标签 在这种情况下 HEMRO坚持组建的行动 得到了韩国国内订阅者的支持 HEMRO此前为了在中国活动 和中国经济公司签订了合同 他不顾解约带来的经济损失 坚定的坚持自己的主张 HEMRO说 如果说中国人觉得我背叛了他们了 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赞同了辱骂 产生误解中国人言论的话 那我认为我应该道歉 不管是什么理由 这是我频道里面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是我对我喜欢支持我的人 应尽了本分和保持了礼仪 但是如果为了在中国活动 而必须把泡菜说成中国饮食的话 那么我将不在中国活动 中国人也不需要为了在韩国活动 说中国饮食是韩国的饮食 我觉得对于这一部分 中国人也会理解 虽然有点毒耳朵 闭上眼睛骂人的话 但是我还是希望看到 这个帖子的中国人 能够稍微的解开一点误会 另外HEMRO15日在Youtube频道上传了短销拌饭 白泡菜等吃播视频 韩国和中国网民就突然开始留言站 理由是看到HEMRO过去 看到中国人坚持菜包饭文化 是自己国家的文化后很生气 你上传了用菜包饭的视频了 我很开心的表示共鸣留下了点赞 特别是该回帖的部分 表达被翻译成了脏话 HEMRO表示 同感的行为在中国微博等网民中就变成了贬低中国人的争议 进一步演变成了文化战争 HEMRO的吃播非常的生活化 在中国一度拥有大量的粉丝 跟那些大卫网主播不同 他的直播不是用吃了多少东西 以及吃新奇的食物来博眼球 他的直播通常是比较日常 而且会分享做饭 吃饭的整个生活过程看起来非常自然 这也是粉丝喜欢他的原因 本身一个吃播播主 好好地做网络直播就好了 没想到他却发了很多不当的言论 这一方面在中国赚钱 另一方面却如此不当的做法 自然在网友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和不满 看看网友们的口诛鼻发 HEMRO也称道歉 但在HEMRO所有的直播中 他并没有对此事做出诚恳的道歉 在HEMRO十多分钟的直播里 他大多数时间只是反复地说自己的态度 希望粉丝们能够原谅他 并没有过多道歉的内容 只是开播的开头和结尾简单地提了几句 对于点赞不当言论的做法 也只是辩解称 当时没看清出内容 一点都不诚恳 敷衍了道歉 当然没能获得网友的谅解 随后HEMRO中国合作公司 正式发布公告 宣布一起解约 在公司的声明中 之所以和HEMRO进行合作 前提是HEMRO对中国的尊重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以及中国粉丝的喜爱 HEMRO不当言论 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于是决定一起解约 所有的合作关系 对HEMRO以往视频中做出全部删除处理 对HEMRO所涉及的货品全部下架 对随之而引起的退货 退款等 也将继续地跟进处理 最近这些年 因为国内市场的良好环境 有很多的国外艺人到中国发展事业 国外艺人的前提和底线 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 国人的尊重 HEMRO注定离开了中国市场 希望其他的国外艺人也能够引引为继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